以色列为何迟迟不报复呢?美国态度为何又大变呢?哈里斯一句话道出了真相 大家好,10月8号晚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安全和军事官员举行了长达数小时的会议 第二天,有以色列官员就透露,在这场会议上,以色列领导人已经做出了报复伊朗的关键决定 当天,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也表示,以军对伊朗的打击将是致命、精确且出人意料的 如今距离以色列做出这个关键决定已经过去一周多的时间了 距离以色列遭遇伊朗大规模导弹袭击更是过去了半个多月,以军的报复却迟迟没有发生 是彻底认怂了吗? 其实最近的巴以局势反常了不止这一点 以色列不断对黎巴嫩发起进攻 甚至连联合国驻黎巴嫩的维和部队也惨遭乙军毒手 多名维和人员死伤 然而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一改往日敦促乙军停火的姿态 居然表示支持乙军入侵黎巴嫩 美国的态度为何大变呢? 关于以上两个问题,美国副总统哈里斯一句话说到了关键点上 10月12号在哈里斯的一场竞选集会上 他说的最多的一个词就是22 days 就是说距离美国大选仅剩23天了 而现在呢只有20天不到了 这就是乙军为何不报复美国为何态度大变的真相 现在的美国大选局势 很多人只看美国主流媒体的报道 以为哈里斯优势很大 但实际情况呢 特朗普的迎面已经很大了 否则也不会有第三次暗杀出现 正如马斯克质疑的那样 为什么特朗普频频遭遇暗杀 而哈里斯拜登这些人不会被暗杀呢 很简单因为他们没有被暗杀的价值 换言之特朗普的迎面大 所以才有人用盘外招 其实民主党内部已经很清楚 这届大选是没指望了 既然如此那不如把水搅浑 让中东局势变得更乱一些 给特朗普留下一个烂摊子 而且是越烂越好 但是把局面搞烂 也有一个前提条件 这个烂摊子不能在拜登任上彻底垮掉 而一旦伊朗和以色列爆发战争 那对美国来说局面就是真的垮掉了 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怀疑 美国以提供更多的军事援助 提供更有力的支持为条件 换取以色列暂时放弃报复伊朗 这样一来以色列和抵抗之湖之间最大的这颗雷不会立刻爆炸 而是会随着离以局势的不断升温 其烈度和危害程度也随之增加 直到特朗普上台 一举爆发 这或许就是民主党的算盘 谢谢收看 再见